瑞宝每天练习爬这棵树 现在他已经能到达这个中转站 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 他爬得太投入 没料到爷爷已经来到眼前 于是他立马掉头下树 一路下滑已经做得很熟练 一着地就冲爷爷奔来 就是这么喜欢爷爷啊 回到房间 辉宝面向爷爷练习吃竹子 瑞宝过来被对爷爷坐下 这毛茸茸的可爱背影太猛了 听见爷爷叫他转过来 他立刻调转身体 竟然又往爷爷的方向走过来了 上前扑到栏杆上 这就要和爷爷玩耍 大眼珠子鸡里咕噜直打转 这是要抢爷爷的手机 抢手机不成有点郁闷 在原地闷了一分钟后 他有了新的想法 没有手机玩 那就玩水喷吧 爷爷说再次陷入欲望的感觉 是不是很棒 那自然是最棒的 只见他转过身来对着爷爷回答 小熊猫总得不断找乐子丸 也不知这水喷有啥好玩 只能说他们天生爱水吧 妈妈和妹妹都在午睡 瑞宝可还精神着呢 还跑到妈妈身边玩 瑞宝爬到了妈妈身上 在妈妈背上转了个身 又觉得一阵痒痒袭来 正当他想痛快地挠个痒痒时 妈妈动了一下 妈妈在提醒他该下来了 瑞宝也瞄懂了妈妈的意思 赶紧离开妈妈的背 还给爷爷表演了一个翻跟斗 这孩子真是精神好 现在有多精神 后面就有多违迷 下午茶时间 妈妈已经去吃竹叶了 两姐妹被爷爷叫醒 挥宝率先来到爷爷身边 而晚睡的瑞宝还起不来 就是典型的该睡不睡 该吃不吃的那种孩子 爷爷可不会让他恶着 不行也给他抱到牛奶面前 见到牛奶的他 犹豫了一秒马上进入角色 顿时 两头小猪吃饭声响彻整个房间 挥宝先喝完奶 他拒绝爷爷擦嘴 他还想再多吃点 他正抱着爷爷的腿撒泼呢 爷爷可顾不上管他的小心思 迅速来到瑞宝面前就要收碗 瑞宝还沉浸在美食的回味中 挥宝还在不依不饶地纠缠爷爷中 瑞宝舔着嘴 冷不丁地给了爷爷一茬 爷爷本能地闪躲 这孩子也没个轻重 不知有没留下熊爪痕 饭后的挥宝在一旁休息 瑞宝在爷爷跟前扮木偶熊呢 爷爷要走了 分别在两姐妹头上拨弄了一通 爷爷这一拨弄让挥宝来了精神 起身来到栏杆边上 将后腿伸向栏杆 开始热身运动 这画面变成了瑞宝的头 挥宝的身了 挥宝真是个勤奋的孩子 不小心打了个哈欠 暴露了他很困 恰恰说明他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 热身完成 正式开始倒立运动 这标准的倒立姿势 简直惊呆了 爷爷 他又将手一开地面 调整姿势时再用手协助 大家有没有被挥宝的记忆所折服呢